騎車一陣子屁股還是會痛 我懂,我們來處理 這是世界最新的3D列印坐墊品牌 Beyong的創辦人Ivan 他負責所有的設計 而他的背景是火箭工程 當你工作在一個巨大工程的公司 你永遠不能再發展你的想法 如果你有一些想法 就不可能會發展到很短的時間 我曾經有所謂的自由踏步 它們會找到最大步的步驟 我們想要避免 和最大步驟的步驟 最大步驟的步驟是15m 為何我們為了我們的工具 超過-engineered 所以他們能避免這些步驟 我的經驟是從事實上的步驟 我們先取得最強的步驟 然後我們先做得到最好的步驟 如果我們成功驟 我們試圖做得到最小的力量 有可能要製作很多時間 所以你只需要考慮 技術的技術 所以你不做太高的力量 第一,力量 第一,力量 然後第二,力量 正確的名字 是Bjørn 對,它 literally means bear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是 可能是最小的世界 很難看,但它其實有11層層的狀態 在這3D-printed pad 通常是在路上,只是在路上 但是它是一個大部分的駕駛 讓它們享受 我認為它們是維持的 我其實不是一個設計 我只是一個工程 我們想想怎麼會做的 然後我們會翻譯到它們的設計 每部分我們做的設計 它們有同樣的經歷 所以它們是一個比較迫的 我们的部分部分也可能不成功在设计的设计 但我们希望有最好的设计品 我们将新开放新模特席 你会有整个全球的活动 其实是整个全球的舞台 你会比较多的挑战 是这样的 是行一场达的赛事 是行一场达或是行一场达的赛事 你会比较多的变化